你知道吗,在地球上至少38亿年以来,一直有着一场战争,在无时无刻进行着,平均每天会造成数以万计的伤亡。 而这场战争的主角就是石菌体,它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,在外形看上去它具有几乎完美的集合结构,正二十面体的头部样子非常拉风,辐射对称的六条机械腿更不像是自然级的生物,似乎是有人故意创造了它。 而这种病毒的唯一对手就是所有细菌,可以说它简直就是细菌的可行,其体内存在着遗传物质DNA或者RNA,当锁定目标后,六只小腿就会紧紧抓住细菌表面,并利用尾部的图子,抓均细菌的体内,从而将DNA或者RNA注入细菌内部,几分钟以后细菌便会从这些物质所控制,开始不断复制繁衍氏菌体,最终冲破细菌身体,此时无数的新氏菌体被释放出来,不断的循环一直在战斗, 而它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,并不会将细菌斩藏出根,这是因为它需要宿主才能够生存和繁衍,而细菌作为地球上繁殖最快的生命体,所以它会直接将细菌作为自己的宿主,值得一提的是,氏菌体的总量大约为10的31次个方,它比现在如今观测到的宇宙行星总量10的28次个方,还要多1000倍,而细菌总量为10的30次方,由于每天都会杀死40%的细菌,可以说当年灭霸没有完成的心愿, 消灭宇宙21%的生命,在地球上每天都会被氏菌体所重演,正因如此,科学家还创造出了氏菌体治疗法,专门之对那些抗生素都不起作用的超级细菌。